大帝本人作为屌丝 他的真正来源 他自己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 我生在蹦步的一个普通家庭 通过努力达到自食其力的水平 我不认为自己有什么成功 其实我是一个最正统的屌丝 大帝还是不忘记自己是蹦步的一个普通家庭 我不知道大家对大帝有没有了解 这个蹦步回旋我想的 大家可以上网去搜个大帝的蹦步回旋 这个非常厉害 但是其他那个马赛回旋 非常漂亮的过人动作 大帝也有他自己的蹦步回旋 这非常厉害 这屌丝画面了 对 蹦步回旋 这个视频 必须对大帝的技巧所称得 然后第二个 我觉得MC石头 这当然太老司了 大家都不知道 MC石头是一个喊败的 喊败是什么 喊败有个风 就是 Hey come on here we go 在这种夜店 在设想 在一个中国大陆 二三线四五线城市的一个小夜店里 然后有一个 头发爆炸形状的那样一个男子 拿着麦 在那像我刚才那样在喊 然后MC石头就是这么一个人 他当时在优酷上发一个他喊败的事情 然后喊得非常的农业重金属 然后 随后他就被 就一下火了起来 然后很多人们去采访他 然后他的那个喊败 喊出了非常非常厉害的字 比如说黑喂狗 然后被他喊成了黑喂狗 反正就是 又非常不标准 但是非常好玩的英语 非常厉害 大家可以找一下 这些时候的喊败水 然后大家就可以对屌丝的印象更更深一点 那就是一个非常标准的一个很酷的一个屌丝 就是这样的这些时候 然后再比如说我们可以任何人都可以称自己 假如他有这样一种情缓 他往往都可以被称为屌丝 例子比如说我就随便举一个 比如说我们看了什么大包炸 里边那个一直没有女朋友 那个Rush 然后完全可以把他称为角丝 是吧 因为你看他甚至连在女生面前 这个直接说话的那个胆量都没有 他要每次要喝一点酒 对不对 他每次要喝一点酒 然后还能去跟女生说话 然后这样一种也就是 这个角丝 男角丝的一个特点 再比如说我们经常看到一些马農 程序员 然后他们经常自称角丝 这群人确实蛮有趣的 但是他们什么样他们那个环境里 工作环境里那个 呃 现在就不多 然后 他们是跟网络对近的人 他们在天天对着电脑 然后他们经常 条款经常充足 他们经常自称 这个群体他们自称的角丝 然后 就各种各样的人 比如说然后 比如说我 我也自称角丝 然后你看我 我每天 我也在一个 十九个人制了三个米的一个公司 对吧 然后我每天九点半 十点半下班 就半转非常累 然后 住在九十三层 对吧 然后 我也可以算是一个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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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可以是 是一种 呃 我不管是按照收入 还是按照 什么 不知道 学历 就是我们说经济资本 或者文化资本 按什么分 不一定对应于一个明确的 社会主义上的一个阶层的概念 呃 所遇到一些 不管它挫折也好 或者是 比较没有未来 看到明确的未来的时候的一种生活状态 然后 他们 有了这样的感受的时候 于是 我们就很自觉的 呃 把自己成为 屌丝 然后 这 对于这样的批评呢 我们可以设想我们的回应 想要蛮简单的吧 就是 呃 你没有资格定你粗俗 这个非常直接的回应 然后 然后 究竟谁更粗俗 啊 我们屌丝 呃 说我是屌丝 和富二代说 八十里帮 谁更粗俗 对对 这个我们屌丝所面临的是一个非常不公平的一个 充满着很多社会不公的一个环境 那么在这样的环境下 当我们这样的屌丝自称的时候 我们自然是寻找一种 比如说 呃 可以有这样一种寻找安全感的一个成分 可是 我们用的词 呃 并不能因为我们用这样的一个 呃 听上去有些 呃 和声之系有观的一个词 就说我们是粗俗 我们只是在用它 来寻找 表达一种自己的感受 寻找一种 呃 可以说是群体的一个共用 然后稍微 呃 然后一种比较比较靠谱的事情 自然就是脚丝 文化 对于女性的 不尊重 啊 因为我们 因为我们会看到网上啊 在很多人都会在用黑木耳粉木耳 这个东西在说是 呃 我 就 这个这个我想就不用解释了 然后 哎 呃 呃 呃 尤其是 比如说在第八里就实际上也有这样的一些帖子 然后比如说一个人发一个你的照片 啊 然后让大家打分 不仅要打分 然后还要猜猜这个是黑木耳还是粉木耳 多少分 啊 呃 这种事情呢 怎么说呢 打分打分打打分对吧 男的给女的打女的给男的打这个不是问题 呃 但是做黑木耳粉木耳这样的区分啊 这个是一个呃 呃 真正的 呃 呃 有意思的 对真正的爱情的一个一个追求的这么一个语言 就在 就是我们刚才我所说的一个呃 呃 喜欢一个人啊 我们就要干当备胎 呃 这样一种 呃 备胎的一个一个精神 呃 我觉得还是 呃 是是 是一个 对我来说还是一个 可以把它归为一个非常正面的一个东西 就是相比于那样的一些去 呃 呃 呃 现在看着一个不可能啊 呃 不能不触及的一个人的一个照片 去 骂他是黑木耳 呃 呃 呃 我们还是要更安稳的 更有决心更有毅力的去做好我们的备胎 啊 这这是一个有杰涛的屌丝啊 呃 应该应该注意的 所以我们承认这样的批评 所以我们应该做好一个有杰涛的屌丝 所以第三个批评呢 目前是比较有真正的有意思的一个批评 啊 就是说当你 很多人说这个屌丝 呃 当我在说屌丝是一群啊 对未来 呃 没有一个看不到未来 呃 呃 他们他们这个前途 呃 并不是一片光明 而且没有安全感 而且看到很多社会不公 然后自己 有时候就是受害者的 这么一个群体 呃 他们在用这样一个概念 这样一种叙事 来给自己找安慰 呃 呃 可以说抱团 一些群人来寻求 呃 那么一种安慰 然后有人就批评说 呃 这样一种本来的一个自我保护 也如可厚非 可是再到后来 这种自娱自乐 已经变成了自贱 他们已经放弃了 呃 甚至是对真正的公平的追求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他们已经变得 呃 因为社会的不公 变得使得自己也没有了标准 堕落了犬儒 这样一种 呃 一种一种一种 有这样一种批评 比如说呃 这种批评就会说 呃 给贵是哪个词 是一种非常犬儒主义的 非常自贱的一个说法 我们角色就经常用贵这个词嘛 就是看到 呃 呃 一些 比如说 比如说吧 我记得之前有一个人写了一篇文章 呃 一个 好像是个清华女生写了一篇文章 然后如何防备屌丝 呃 告诉女生如何防备屌丝 然后哇什么 怎样鉴别屌丝 如果你看到她什么 怎样怎样怎样的表现 那么她就也是个屌丝 你知道与她两个脸 写一张文章 告诫女生怎样两个屌丝 然后 那我们那回复什么 那就只能 哇女生给对了 对吧 我也有个问题 嗯 那就是那个屌丝 其实用完其文 主要是男性的 呃 也有 也有女性自称为女屌丝 这是有的 但是相对来说比较少 呃 相对来说可能会比较少 但其实也不少 也不少 就是有些女性会觉得她 就像我们来说 有人觉得要防备屌丝 成为了 但也有人 也有很多女生会 侵然接受她 甚至自称的女角色 最近都会有的 OK 然后可能确实自称角色的男生 男生肯定女生多 这点男生 然后 于是就有很多人去批评 我给贵的这样一种说法 给贵的这样一种说法 说 呃 你根本就不试图去 对那样一种 呃 不公正的一个社会秩序 或者什么样的秩序 呃 做一个反抗 做一种 至少是自己意义上的 我去批评她 而是你说给贵 完全驱逐于她 我就是弱者 然后 我的唯一的目标 就是要去 呃 去幻想 也也 而且这种幻想是不可能实现的 就是她已经有保护 做不到的权力 有人这样的批评 呃 然后 怎么说呢 然后我们 屌丝给出的回应就是 毕竟在屌丝文化中 还有一个概念叫逆袭 呃 我们仍然 对 呃 一个 更好的生活是有向往的 我们相信 我们之所以如此的自嘲 呃 我们之所以自居弱者 敢于自居弱者 是 不是因为我们 干于这样 而是因为我们 还相信有一个评论的权利 这个东西是存在的 所以我们才可以自居 现在的这么一个 不公平的社会中 我们才是 我们是弱者 我们是幻想 通过逆袭 去实现我们自己的一些权利 所以说我是觉得 呃 我们并没有堕入这样的一种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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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呃 这两种关键的一个对立 当时冯小刚在微博上发了一条 他说呃 称自己是草根是不是 称自己是屌丝 那是自贱 呃 分出两个不同群体 一个是弱势群体 一个是脑残群体 然后对于这样一个评论 然后大帝 呃 奋起发言 他说 我一直不觉得屌丝是一个贬低词 相反 我觉得它 代表着一种正能量 是励志的 屌丝这个群体里的人 或许有这样那样的不如意 但他们却没有放弃 只是更加的努力 在改变自己的生活 成功实现的逆袭 大地的深度和冯小刚的深度 高下厉害 哈哈哈哈 可以的 然后 我大概要讲的就是 就是 就是这么多 呃 最后讲当然可以 可以 可以展开说 很多年对这个 屌丝的有很多评论 各个网站上 有很多 各个网站上有很多 评论 比如我刚才举的那个就是 这个是 凤凰网上的那个 一个评论 叫屌丝一个字头的诞生 当时我记得 呃 腾讯也好像 腾讯吧 做了一期表词的专题 他的表题叫什么 屌丝文化 什么庶民文化的胜利 这个 评论这些事情的东西 也有很多 说他有哪些正面 哪些正面 大家都会有兴趣 然后我刚才给出了 我自己 站在一个屌丝的立场上 去对那些 呃 批评我们屌丝的人 啊 给出一些回听 然后我这些最后一件 就是 他们在说屌丝的时候 他们屌丝是一种戏谑 呃 戏谑 光戏谑不行啊 那你要给出一个 比如说我追求什么样的美好生活 比如说 那把你的生活的图景说出来 对不对 你不要聊每天只在幻想屌丝 幻想女神 呃 说我是胃胎 我什么都做不了啊 只能看着啊 高夫帅和白红尾啪啪啪 对不对 这个 这样的一种 只有小姐 但没有建设的 那么一个态度啊 是很多人也在批评的东西 呃 然后作为一个屌丝 那我的回应是什么 那首先我回应的就是 小姐是非常重要的一件 不错不逆迫 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呃 小姐 他屌丝 他在小姐的时候 他小姐了非常多的东西 他是完全鄙视成功学的 屌丝非常直接的 呃 认清了这个社会中的不公平的制度 就带来一些后果 然后他们对于那些成功学 所引导人 所去相信的那样一种 呃 通过某种样的技巧 就可以使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成功的 那样的虚伪的幻想 他们给了一个非常有利的小姐 同样他们还小姐了 比如说 男某女类那些非常蛋疼的文章 然后屌丝对他们也是一个不屑语 然后屌丝的这样一套叙事中 对成功学对男某女类这些东西的小姐 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 是非常呃 我没有看到什么别的一套叙事 可以这么有利的去 呃 针对这两种东西 呃 比如说给出一个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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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他们的一个回应 所以我觉得小姐他的成就非常大非常重要 同时呃 呃屌丝也并不是没有建设 呃至少说他留给的建设一个非常恐有 潜力的一个空间 呃 这一段话也是我就是在另外一篇评估的 我刚刚选择 他是说虽然他们自嘲 呃 虽然他们自嘲 主要名声是班专 但正在班专在受社会最最受社会压榨的那些群体 其实他们是没有话语权的 那些在网络上自称屌丝的人 呃 呃他们显然不是那样一些最呃 呃 呃完全没有连 甚至没有时间上网的人 这个我们要非常清楚吧 他能上网他可以自称 还要有时间去自称屌丝 所以其实在这个层面上 屌丝更多的是一种呃 呃 比如说上过大学 但是他们可能不是一个很有很有名的大学 就我刚才说的大专狗啊 就是这些人 然后他们是可以说是一个年轻的一个知识群体 他们的一个一个一个 来自于这样一个群体的一个一个自嘲的一个 所以这句话说 屌丝的自嘲与噪呢 在网络上呼啸而来显示出 他们仍然在等待着某种变化 他们是有期待的 而这种变化或许可能不是因为他们自己 这些导致自己 这些导致自己 就可以引起这些变化 但他们注定将在半真半假的神圣中醒来 如果那个变化到来的时候 去扮演一个活跃的存在 就是我们可以去设想说 呃这样一个群体 这样一个庞大的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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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现在我们看到的 可能确实更多是消解 没有建设 但是它蕴含的 潜力还是不同的 不能 不能 通过 批评它 有消解 没有建设 这样一种批评 我觉得是 呃 呃 这样一种 用对这种 一种 一种 一类一类的 一类的 一类的 一个类型的批评 呃 我之前说了那么多 呃 最后 就是 呃 我们屌兹最终期待 什么 其实这个这个 呃 呃 这个 呃 呃 谢谢大家